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又是我去闪 另外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关12岁 姓陈的双妃男童 今个月21日 姓陈的妈妈 把她留在广华医院 还吩咐她看完医生后 跟护士姐姐说 妈妈放下了你 于是在医院当时被医护人员发觉 随后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 又说她入住了某些中心 甚至乎很快已经融入了大家的群体生活 又有什么安排活动给她 当大家还在想 会不会安排她什么时候开学 即是去哪里上学的时候 有什么进展 大家还和权拆掌的时候 结局都很快 神反转 反高潮 对吧 没错 因为较早前我们也听到消息 已经联络了她妈妈 她妈妈是有意愿回来香港 去接小孩的 不过就没有说什么时候 现在终于肯下来负责任了 其实某个程度上 我初时都颇为担心的 你说就说会下来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下来 会不会下年后年才肯下来 绝对不到 这么快就肯下来 也算是这样 也算是这样 不要说真的 赶下个儿子也不理他 其实来来回回都是8天左右 她妈妈已经回来香港 算不算是自首 等一下再讨论 我觉得挺有趣的 话说她在29日的时候 坐高铁再来到香港 很快警方就以涉嫌 对所看管的儿童或少年人士 就是虐待或者忽略的罪名 拘捕她 今天就会去到九龙城裁判法院 提堂 因为较早前她那种态度 在报道中说出来 就是说是会来接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你的儿子 你这样说的话 跟我跟你说 喂台昂什么时候出来再见 好好 有空约你 有空喝茶 没分别 类似这样 十年都没有约过一次 出来喝茶 很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跟你说 有空喝茶 我们都不会见的了 就是耍你 可以这么说 我心想 他是不是耍我们 有些人都说 是否等儿子18岁 拿到公屋 才申请父母 一起来团聚 对 到时便来接她 对吧 对吧 谁知道很快 不用八年 不用六年八年 八天左右 就已经可以了 八天了 有趣 他妈妈都愿意去面对这个法律责任 因为 你说他不是叫流亡 那是不能流亡的 大家都是中国的土地 你去哪里 是不是 那就是 是 那我们先说一下 其实警方也有在案发之后 就去联络这个陈妇人 都算是很快 很成功 后来知道她是内地的游客 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江西 江西哪一树 因为江西也很大的 没有报道 有说江西哪一树 所以整件事都是离奇 挺有趣 你说内地 国家方面的发展 一天千里 大家对于科技 或者资讯的流通 就不是那些人说得那么夸张 那么难 都叫流通 是不是 我们经常都见到朋友 就放些东西在小红书 很多媒体都拿来做新闻 是不是 是啊 要来香港而写得很快 这位妇人也是坐高铁 直达 直达 就到了香港了 很方便 现在也 还有 这位阿太 她竟然说 从其他人口中就听到 还说 儿子如果真的来到香港 就可以得到优良的教育 所以 就信以为真 因此就把儿子 就这样带来香港 我觉得有没有谎话 这个 这个太大话了吧 没理由不懂 就是说 你听了一些人这样说 你就信以为真 这个大话实在太离谱了吧 要不你真是相信 真是笨 笨得够加零一 可以说得上 这样的东西你都信得过 第二就是 他随便作一个故事 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那就是 理论上 你说要把儿子 带来香港接受教育 他的儿子 相非 但是 理论上 和法例上 他可以在香港接受教育 但是 父母就不能够陪伴他 教育前 是否有些可以申请做 监護人 或是在哪些地方 有这样那样 究竟是否跨境学童 很多这些不同的东西 你可以从不同的形式 可以在香港读到书 并非说 是的 他在香港是可以接受到一些好的教育 你也不是说 就这样把他扔下 在医院 把他扔下 都多给他几条底褲 底褲都不放得到几条 封衣都没有见 我们看到他 被医护人员 就发现到他 再带他去警署的时候 他也是只有短衫短褲 一双凉鞋 抹也没有穿 行李也没有 没有 走得这么突然也有 我也不明白 你这样扔下他 你就想着 可以由香港政府 养大他 抽大他 不是吧 是的 父母的话 如果真的想 一个小孩 去到香港接受教育 你也要安排 那些食宿 或者是 怎样照顾他 也没有 甚至想想 读哪一区 什么学校 读些什么 你看些什么人 听些什么人 说的 小红书 就算短短的 很简单 也会告诉你 是怎样 有没有 搞错 你不要当我们傻 才行 我觉得他真的 当人傻 这个理由 实在太难以解释 自己的行为 但是他除了这样说之外 你又可以怎样呢 对吧 现在他就被拘捕了 看来他都需要 这位妈妈都需要 对这件事 就扶起一些刑责了 这个就要了 看看上庭的时候 怎样说 为什么呢 就说他自己是 愿意回香港 不过 原来有一句 可能媒体没有说到 就是说 要处理签证的问题 所以就要大概 十天左右的时间 不过 幸好 在警方 即香港警方 和内地的公安合作底下 就令到他 比较快一点 或者叫顺利一点 去取得这个签证 所以 就马上坐高铁 去到香港了 因为 这些人 已经一早 列入了监察名单 所以 警方 在他一入境的时候 已经 即时收到通知 所以 就说 太太 你在这里等等 警察来 去到高铁的 西九龙站 就将他拘捕 以前泛民的人 很喜欢说 是不是会在高铁站 拘捕人 带你去哪里受审 那些 倒回来 是吗 是啊 没错 以前他们就说 会说到 拖你一辆车厢 然后送到内地 就受审 一倒回来 因为没有 反而是 公安和香港的警方 合作之后 用另一种形式 叫做 圈导他 他回来香港 带回儿子 接受审讯 不会说 走了还是怎样的 没有啊 那我们接下来 看看这个妈妈 和官员 会怎样说 不过他这个说法 真的太过 令人难以接受了 就是 官员 到时会否假装他 他就说 你怎么搞了 你当我无知 是不是 那么不流通呢 那个资讯 正常点去想想 你怎样去安排 小朋友去香港读书呢 都不是这样的 是吗 就是了 有什么理由 他就自己乘搭车 走回去 还要 他说 去到江西 为江西 距离 来香港 都有 多长的路程 是不是 但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真的 这么简单 正如他所说 就是 听信一些谣言 在内地的资讯 不封闭 老实说 你要查一些 关于香港的教育资讯 很多 你上网查一查 什么都找到 所以他这个解释 完全是错的 你特意安排他 在一个医院里 让他容易些 被人发现到他 还是怎么样的 还刻意跟他说 就告诉他 妈妈就放下你了 我就先走了 那些 那个小朋友 他相当冷静 这就是一件事 我不知为什么 有小朋友 会相信 可能已经很早 跟小朋友 说定了很多 在香港 原来是这样 医院会安排你去一个地方 住 接受教育 还是怎么样的 这个宿舍 有很多小朋友 可以跟你玩的 一起上学 一起读书 开心 嗨 可能他以为是真的 他去到 咦 又真的 有人安排 宿舍给他住 又会帮他验身 又会和他聊天 又会和他聊天 又会和他安排 照顾你什么 还是怎么样 咦 好像妈妈说的 好像真的 又有饭吃 又有凉葱 挺舒服 又有床位 挺有趣 不过那些玩具 可以问朋友借来玩 还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件事 但是妈妈 真的太过分了 你不要骗人 就是骗到这样 就是良好教育 不是吧 内地有很多学校 教育都不错的 为什么不在内地读 要来香港读 是不是 加上他是商非 所以他在内地读书 唯有自己掩钱 就要叫贵很多 但是也是那句 你打算让他来香港读书 你没理由这样 省钱到这样 其实老实说 如果不是这件事 骂到这么大 他可能有个儿子去香港读 可能的 如果不是这件事 炒到全世界都知道的话 很可能就从此 这个小朋友 就一直留在香港 留到他去成人为止 我怀疑 这个小朋友 连个妈妈的照片 都不会留在身上 都不会留在身上 如果有的话 还不让媒体拿出来 贴通天 这个就是他妈妈 遮了眼睛 什么狠心无亲 还是怎样 你想想 如果是这样 由香港再传到内地 内地再透过小红书 扩散出去 全人类 大家一起帮忙 挂他妈妈出来 说他妈妈 极速走红了一次 我想他这个妈妈 都挺狠的 正常来说 你怎么会 放心可以把儿子 暂时还未见到 希望这个消息 可以回到内地的时候 大家知道 不要这样做 太过狠心了 不要听这些谣言 我不知道他的谣言 听出来是怎样 我想 后来在法庭 他会说回 1.15.10 说清楚 他听到谣言 究竟是什么 大家到时都知道 究竟他做东西 就做得多夸张 对了 没错 好 今次我们聊天 希望他们母子团聚 之后 可以好好过他们的生活 好吗 对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